大吴 师 师父 师父 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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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白费力气了 谁 谁 这儿呢 三年前 你的师父为了救你 用自己谨慎的半地凤凰追血 保住了你的性命 从此现物沉睡 是就不行的 这里 怎么会有一只小鹦鹉啊 我才不是什么小鹦鹉呢 我是采凤鸟 采凤鸟 你 你就是刚刚那个火云巨鹰 错 那是火云巨鹰是我 怎么突然变成一只小鸟了 我是军上的灵兽 军上把我变成火云巨鹰 他要我在仙灵果成熟前 好好守护着仙灵果 还有 等待你的到来 等待我的到来 你该不会忘了 你拿仙灵果要干什么吧 师父跟我说了 拿到仙灵果练成九转回灵丹 这样才可能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修炼只是第一步 最终目的是要将你的师父唤醒 自从军上飞升度节 世人都以为他魂飞魄散了 其实他只是沉睡在这灵界之中 你见过他这件事没告诉过别人吧 我能跟谁说啊 那你就听好了 如今结界出现内痕 四方妖兽蠢蠢欲动 肯定有不谋者要趁机破坏大陆秩序 君上是前缘大陆灵力最高的灵士 只想一切 我们必须想办法将它唤醒 以解除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 你也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明白吗 明白 那眼下最要紧的事 就是赶紧把仙灵果拿到手 你放心 这是君上交给我的任务 我会帮助你的 现在龙凤林界内 你看到的只是我的幻象 你得亲自去拿到仙灵果 君上为我设置的幻象才能解除 到时候我自会质疑 你下一步该做什么 懂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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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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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